欢迎收看109年2月1号星期六的港多新闻 我是王思武 配合铁路地下化 继拆除多座路桥之后 拥有48年历史的中华地下道 也在1号展开拆除填平作业 市长看过于亲自见证这历史的一刻 他表示 中华地下道是许多市民的回忆 但时代变迁 都市更新 地下道必须跟高雄说再见 呼吁民众能够配合交通疏导计划 让施工可以一切顺利 倒数声中高雄市长韩国瑜 市府团队及地方民代共同鸣笛 象征拥有48年历史 连接高雄南北两端的中华地下道 正式工程升退 即将展开填平及拆除作业 中华地下道拆除即填平工程 开工大集 长360多公尺 宽21公尺的中华地下道 曾经是高雄市的重大建设 在当时也是全台最宽最长的地下道 因为高雄铁路地下化的关系 中华地下道必须跟市民们道别 而韩市长在自治时也不断以感性的话语 说明地下道跟市民们的甜蜜回忆 中华地下道真的48年来 装填了太多太多人的回忆 昨天我们市政府的幕僚人员说 市长来一定要把这样的一个心声 讲给大家听 好多人对这段地下道都充满了甜蜜的回忆 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因为时代的变迁 都市的更新 交通的日益的进步 我们必须要跟中华地下道说一声再会 那也希望市民朋友我们迎接崭新的交通建设 祭祀祈福仪式之后工程随即展开 市府预计投入一亿多元 完成甜蜜及后续作业 副市长李四川表示 整体施工分座几个阶段 一个多月之后将完成主线道甜蜜作业 在此之前请民众配合相关的交通疏导 2月13号我们会把这个南向的变道先行把它打通 那当然这个中间的甜蜜 我们要照3月8号 也就是历经36天 我们会把中央的这个两车道双向的这一个部分 再把它填平也就是说36天后中间的这个南北向都可以通 中华地下道即将猜除不少人一把握机会拍下这历史的一刻 不过对于三凤中街店家来说 更期待地下道填平之后带来的商圈发展 市府新工厨表示 填平中华地下道工程 预计将在109年7月中旬前全面完工 而施工期间也将加强宣导改道路线 以确保周边形成安全及顺畅 记者王思武潘之光采访报道